第七题,关于电池叙述何者错误? A,碳性电池电压为1.5伏特,这是对的。 电压会随着使用时间而逐渐降低,这个也是对的。 选项A,叙述正确。 选项B,电池内通常含有重金属,是对的。 使用后必须妥善回收,以免造成环境污染,这当然也是对的。 选项B是对的。 选项C,碳性电池充电时需使用低电压缓缓充电,以免电池爆裂。 这个是错的。 碳性电池基本上是不能充电的,要我们的所谓的迁电池才是可以充电的。 选项C是错误的。 选项出,碳性电池正极碳棒是导电用,并不参与反应是对的。 我们平常说的碳性电池正极为碳棒,这个只是导电,它并不是真正在反应的正极。 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,关于电池叙述何者错误,我们答案选的是C,碳性电池充电时需使用低电压缓缓充电,以免电池爆裂。